团体赛的李子佳打球多霸气了 作为马来西亚一哥 李子佳对大马的作用毋庸置疑 虽然他在单打赛竞技状态不佳 但是在团体赛中发挥的是非常出色的 2023年一样团赛即将到来 我们来看看2022年李子佳是如何带队夺冠的 第一局比赛李子佳打的还是比较放冲 结果直接丢掉 第二局比赛开始李子佳就认真了 联系的推后掌后直接一个跳沙得手 画面之后瓦多叶有点不会打球了 疯狂的失误出界 这个推后掌球又是有点送分的 直接被杀穿 李子佳的思路很清晰 不停的往底线去挑球 知道对方的底线防守不行 你看瓦多叶被李子佳控的非常的难受 后场球是怎么打怎么出界啊 李子佳这个打法太欺负了呢 他也扑扣杀 就是慢慢控球压制你 又是后场的得分 李子佳用一个战术就打爆了对手 杀球真的太勉强了 瓦多叶这个进攻太差了 周围有两个底线拉开 然后直接刹穿 李子佳的进攻能力跟瓦多叶比 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 最后李子佳突然一个加速轻松了下第二局比赛 拖入决胜局 打开了的李子佳那就安塞龙来 可能都挡不住 不仅仅进攻出色 防守也是非常出色 就当这种防守做出来 你就可以看出李子佳的状态多好了 加了一个反拍突然的加速 瓦多叶感觉速度有点跟不上李子佳 决胜局的李子佳明显加强了进攻 李子佳决胜局的放网更加主动 因为他要进攻科西众放网面对印尼选手 还是没有什么优势 只要瓦多叶给高球 李子佳直接就刹穿了 李子佳状态太好了 转身防守后立马就来防守反击 这种打法其实瓦多叶已经输了 李子佳的放网非常的主动 这个假动作的放网太漂亮了 这时候的李子佳技术真的非常全面 更重要的是非常有自信 李子佳简直就是在爆杀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李子佳彻底的打开了 瓦多叶再重失误 李子佳拉到了比赛的赛点 最后瓦多叶自己的杀球失误 李子佳成功了下 比赛的胜利 并且帮助马来西亚夺冠 不得不说 这个时候的李子佳打球真的霸气 而且还有自己的调节能力 从开始的放松到控球 最后爆杀 要是今年团体上能有自主发挥 夺冠这个游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